郭文貴議員 可能是沒有錯 但是馬英九五噸力你當然有錯 因為這個二代健保 提出很久了 但是 馬英九主政以後兩年通通都沒有討論 一直到上個會期才匆匆忙忙 要求在一個會期裡面一定要把它通過 記得那時候呢 我們在委員會加班討論很久 大家可以說是非常認真 但是還是有二十六條有爭議的條文 但是我們 林議事務委員在現場督政 要求就是一定要通過 結果果然就在二十六條有爭議的情侶之下 直接就送出委員會 送到大會準備以協商或表賊來處理 那時候我們都希望能夠有做更多的討論 甚至 我們這個火彩虹委員啊 甚至非常的生氣 說他去一趟歐洲會來 怎麼會行政院變成不要負責了呢 財政部怎麼不要負責呢 為什麼那時候不反對不提出意見呢 一定要等到要協商的時候才突然說他也做不到 那怎麼會他也做不到呢 這收錢的部分本來財政部就是要負責啊 那如果說 如果說楊智良沒錯 那麼這麼不良的健保修法那誰要負責 馬英九吳德利你不要負責嗎 這個叫做重視民意嗎 你有沒有去看看民意調查 百分之八十的人說 反對這樣匆匆忙忙的通過 大部分的人都搞不清楚自己要被收多少錢 是增加還減少 你來問 楊智良他說這是他們的版本 他也搞不清楚究竟要 有多少人會增加有多少人會減少 那現在呢又更走回頭路 變成節品技富 以這個悉尼所得被人家批評的要命 為什麼我沒有所得把我當有所得 有所得的有助本利得的當成沒所得 那現在好了啦反對了又要改了啦 變成說要用一個第二的薪水以外的一些金 要扣個兩% 那這樣子可能會造成 真正薪水的減少 獎勵金的增加 那這樣造成勞工朋友未來的